为了更好的保护乌民岛海岸线免受气候变化影响 国家公园局推出两项以自然为本的海岸保护方案 国家发展部长李志生今天在第十届生物多元节活动上宣布了这项消息 这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岩石结构能够防止海浪侵袭 对克兰芝自然公园的海岸线及周围红树林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 公园局计划把克兰芝的成功经验用在乌民岛红树林的保护工作上 明年开始修复乌民岛北部约2.2公里的海岸线 包括在被侵蚀的红树林下放置大石块石块底层铺设土壤 以进一步稳固海岸线防止更多的红树林流失 而至于乌民岛南部当局也计划把一个5.7公顷的废弃水产养殖池 富裕为红树林 这两个海岸保护项目预计2024年完工 我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已经取得了成果 当中作为本地原始物种之一的属录 过去曾被列入为极度冰威名单 如今灭绝的风险已经降低 公园局也正在加强对新加坡水域珊瑚的保育工作 试验利用低压电力刺激这种海洋无脊椎动物的生长